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丘围棋教室 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第三届中日围棋立台赛当中的一盘棋 这盘棋也是主将之战 由中国的聂伟平对阵日本的加藤正夫 这盘棋过去了这么多年 即使我们现在看到这张棋谱 我们也能联想到当时那种惊心动魄 荡气回肠的那个场面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聂伟平直黑先行 白棋是加藤正夫 开局黑棋兴小木 白棋二连 双方在左下角 走了一个简单的定势 然后白棋直接挂脚 黑棋一顶 然后再小尖 普通的黑棋是跳一个 那么黑棋小尖也是对这两个白棋施加压力 白棋拆边 实战黑棋直接打入 在这里武功正术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黑棋应该先贴一个 白棋防守的时候 黑棋再拆边 那么这样白棋在右边黑棋这个模样里找不到非常好的打入点 黑棋打入以后 白棋直接压住 那么黑棋在这里没有选择搬出去比较激烈的下法 就是简单的一顶 捞去白棋这里的实块 黑棋在这里稳健的爬回去 他没有在这顶 黑棋也是担心 顶住以后白棋这有一个段 黑棋站住 白棋再依靠 那么白棋在这一带的棋行可以充分的腾挪 这也是黑棋比较担心的地方 所以说实战选择了二路爬回去 白棋大跳一个 这是一个要点 整理白棋这里的棋行 同时封锁黑棋的右下角 实战黑棋在这唬了一个 这手棋稍微有点缓 还是应该先冲 白棋搬住以后再虎 那么这个棋行还不完整 实战 黑棋直接虎了以后 被白棋挡住 那么这个棋行非常的厚 也非常的完整 黑棋在这一带脱先 快速的挂甲 白棋一先低加 这番棋 黑棋采取了快速捞取失控的策略 直接进脚 双方在左上角 走了一个一间低加的一个常见的定势 黑棋呢 获得脚控 白棋呢 获得外势 黑棋呢 飞了一个 也是把左边这个模样 作为一个发展的重点 黑棋实战选择了 直接打入 下的也非常的积极 在自己捞取了失控以后 还要破掉白棋这里的失控 一般的分寸 黑棋这里可以尖冲 白棋爬一个 黑棋长 然后白棋往上拐 黑棋一跳 白棋再一长 黑棋补一手 白棋这个振住是好点 黑棋呢 还要跳回来 然后白棋在这一带靠 对这些黑棋展开进攻 这也是白棋比较从容的一个进攻方法 实战黑棋是选择的打入 白棋在这里加了一个 也是采取一个 稳扎稳打的下法 黑棋跳出去 白棋压 黑棋扒了一个 这个时候白棋往下火了一个 那么被黑棋这样一打 白棋站住 这里的白棋有点委屈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还是应该从这里搬上去 黑棋如果打吃 白棋反打 黑棋提掉 让给黑棋下方一些失控 把重点放在进攻这两个黑棋的身上 实战白棋护下去 黑棋这一打非常的舒服 白棋粘住 黑棋立下来 然后呢一冲 黑棋扳住 白棋切断 黑棋一退 当白棋打吃的时候 黑棋这里反打一下 黑棋跳出去 那么走成这个局面啊 黑棋护住了下方的失控 同时呢也跳出了这几个黑棋 肯定是满意的 白棋在这刺了一个 把黑棋刺中 白棋在里飞 继续保持对这里的黑棋一个进攻的状态 那么黑棋下一招棋 从这里拐了一个 和白棋这个飞也做了一手交换 然后呢再飞到这里 那么实际上这两手棋没有必要交换 直接飞就可以 那么交换以后 实际上白棋实在这挡了一个 那么这个挡啊 白棋错失了一次非常好的进攻机会 那么白棋应该是先顶 这是这里形状的要点 黑棋要立下去 白棋再来挡 黑棋往上顶 白棋先冲一个 黑棋站住 白棋呢再一挡 这里的黑棋这一带没有掩位 只能啊往中间啊出逃 实战 白棋没有顶到这个要点 从这里挡了一个 黑棋往上顶 这个时候 白棋没有办法顶的 不能被黑棋唬到这里 白棋只能冲一个 那么黑棋呢在这顶了一个 得到了这个要点 白棋还要挡住 黑棋大跳出去 很显然 黑棋这一带也出现了掩位 和刚才那个图啊 相比的话好了不少 白棋飞了一个 黑棋空 白棋长 黑棋呢站住 白棋大飞 黑棋再飞一个 威胁到这里的白棋 白棋拖住 黑棋一搬 白棋板住 黑棋打赤 正是因为黑棋 抢夺了这个要点 下面出现了掩位 这些黑棋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在这里病了一个 继续捞去脚上的时空 也间接的接应一下 这里的黑棋 白棋一看 暂时对这里的黑棋 没有好的进攻手段 就从这里搬了一个 这手棋非常具有迷惑性 如果黑棋在这里随手一倒 白棋这里会产生一个打结的手段 白棋打赤 黑棋站住 白棋靠下去 黑棋斑 白棋有个打赤 黑棋站住 那么白棋这里可以强硬的连斑 黑棋切断的时候 白棋可以和这个黑棋做结 因为这里黑棋暂时还没有完全的成活 所以说这个打结 黑棋比较重 实战 黑棋飞了出去 白棋打赤 黑棋再捞取失控 白棋逼住 黑棋一点 白棋尝出去 黑棋然后出头 白棋跳出去 黑棋一搬 下面就要吃掉这个白棋 白棋在这火了一个 黑棋一次 白棋站住 黑棋一搬 那么黑棋唬到这里的时候 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次序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应该是先打赤 白棋提掉 黑棋站住 白棋如果保持对着黑棋的攻势 这里还要搬一个 那么黑棋在这一带的眼位比较充足 然后呢 在唬在这里 这个下法黑棋非常从容 实战 黑棋直接火 没有走到这个班 被白棋击敏的这一点 黑棋这一带的眼位 马上啊被搜刮掉 黑棋站住 白棋一退 黑棋挡住 白棋一提 那么这里的眼位啊 黑棋啊 还不够做两只眼的 所以说这里的黑棋啊 突然的就变成了姑且 黑棋飞出去 出头 白棋再一飞 黑棋飞一个 将来这里要联络回家 白棋暂时没对这些黑棋展开进攻 这些白棋还有缺点 于是在这阵了一个 先安定了这里的白棋 黑棋往上贴 白棋长一个 那么黑棋一看在这一带 没有好的补棋方法 索性啊 小坚继续抢占时空 当然白棋要冲击一下这里的黑棋 点了一个 黑棋挡住 白棋一拐 黑棋粘住 白棋呢 一顶 黑棋团了一个 白棋一架 切断这些黑棋和这里的联络 那么实战黑棋是从这里沾了一个 将来这里有一只后手眼 这里最好的下法是 应该是先顶 白棋挡住 然后呢 黑棋再沾住 这里有一只后手眼 这里呢 可以冲出去 这里还有眼位 这些黑棋基本上啊 就安定了 黑棋没有走着这个顶啊 也为以后的棋局啊 留下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那么白棋暂时也没有对这些黑棋进攻 先在这里逼住黑棋 也是要迅速的捞取时空 保证啊 双方时空上的一个平衡 黑棋在这拆了一个一 这手棋啊 非常的厚实 没有拆二 也是担心啊 白棋将来啊 在这一带有很多的先手 可能啊 要影响到左边的黑棋 白棋点脚 试一试黑棋的硬手 黑棋在这里也是寸土不让 立了下去 白棋小尖 黑棋顶住 白棋跳下去 黑棋挤住白棋 白棋呢 在一搬 黑棋挡住 白棋一虎 那么白棋这里的下方 是把这里的白棋走后 将来脚上有一个扳 黑棋挡住 白棋这里有一个做截的一个手段 如果黑棋站住的话 白棋这一虎要活到脚上去 如果黑棋吃掉 这是一个打截 现在黑棋没有在这个脚上捕 再从这里顶一个 但是这个时候顶啊 毕竟脚上啊 留着一些味道 那么白棋这个时候呢 马上就从这里搬了一个 开始和黑棋在这里开截 但是呢 这种开截的方式 为时尚早 也是本局加藤正负一个失败的原因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还是应该 先搬一个 先攻击一下这里的黑棋 把中复这些白棋走后 然后呢 再开这个截 那么现在白棋开截 被黑棋顶到这里 那么中央这些白棋 还有一些味道 黑棋挡住 白棋一虎 黑棋提掉 白棋断了一个 黑棋打吃 白棋提掉 那么黑棋再安住 白棋一虎 黑棋提掉 白棋从这里搬了一个 黑棋切断 也是要寻找截裁 黑棋一阵 要吃住了上面的白棋 白棋尖冲出去 黑棋一爬 白棋往里面尝 黑棋呢 再提掉 白棋粘住 还是一个截裁 下面要吃掉这些黑棋 黑棋粘住 白棋提掉 黑棋顶了一个 白棋挡住 黑棋提掉 白棋打吃 黑棋反打 白棋再提掉 黑棋爬了一个 边收取失控 边进行打劫 也是非常的舒服 黑棋提掉 白棋提掉这个黑棋 黑棋呢 在这顶了一个 保证了这一带黑棋的安全 被黑棋顶到这里以后 隐隐约约的这些白棋 出现一些问题 白棋退了一个 黑棋又从这里顶住 切断了白棋 和这些白棋的联络 那么白棋呢 也没有办法 暂时顾不上这些白棋 也只能打赢这个节 那么在这里的下方 加藤正夫呢 也把自己逼上一个 必须要打赢这个节 才能够争生负的这种局面 黑棋活了一个 白棋长 黑棋踢掉 白棋冲 黑棋挡住 白棋踢掉 然后呢 黑棋震住 开始对中复的白棋展开进攻 白棋靠一个 黑棋搬住 白棋切断 黑棋先打吃一个 白棋站住的时候 黑棋呢 虎回去 白棋打吃 黑棋反打 白棋踢掉 然后呢 黑棋再一虎 白棋冲了一个以后 黑棋挡住 走到这里的时候 中复白棋冲的大龙 已经全部死掉 于是 加藤正夫 当黑棋挡在这里的时候 就投资认输 好 这盘棋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